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 他說 這個多項四 被這個多項四處於 於四是三 用這樣寫的話比較方便一點 這代表同於 同於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多項四處於什麼呢 這個多項四處於這個多項四 與四一樣 我們知道 這個多項四處於x-2 於是就是他了 題目告訴我們說 這個多項四處於這個多項四 於是是三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好 那寫成這個樣子以後 我們根據那個什麼呢 根據那個處法原理 這個多項四 一個是三次方 加2x-2 減3一個是 加1 我現在呢 除以什麼呢 除以這個多項四 我假設3是Q 那這是除4 那現在呢 余3加3 好 那我現在找A 那我這兩名給他帶2 這邊帶2這個就沒有了 剩下3 這邊帶2的話這個多少 這次2的3狀是8 加2的3狀 2乘以2的平方是8 這2乘是8 減掉3乘6是6 加1 這個等到 等於3啦 因為這大2就沒有了 等於3 那這樣我A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16-6是10啦 一過去-10嘛 所以A的話等於3-10 就是等於-7啦 這個 所以答案這個是-7啦 這個方法我們就做 於4並2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樣齁 你也可以直接齁 把這個多項式的話 除以X-2 然後除到最後齁 令於4等於0 那令於4等於3啦 你令於4等於3的話 就有一個呢 關於A的這個方程式嘛 那你就可以把A算出來 不過那個會比較麻煩 不然我們現在給他做做看 這個的話呢 我數數看 1加2 2-3加A 3次2次一次 這常數下 然後除以 除以也不是-2嘛 就1-2 1-1-2啦 等於是4-3嗎 用4啦 4-8 等於是5加上A 加5 5-10啦 還減下來就A加10 那這個就余4啊 余4他說什麼 他說是等於3啦 余4等於3嘛 所以A就等於3-7 跟這個是一樣的 3-10 把他移過去啊 3-10 3-10 3-10就-7啦 用這個方法也可以 用這個方法也可以 所以答案的話 是-7 答案是-7 4-10 1 3-10 3-10 1 4-10 1 2 2